我是万万都没有想到,在红薯里面打入两个鸡蛋,简单一做,出锅就是一道火爆夜市的小吃。 想当年,我家隔壁邻居大哥就是靠这道美食,在热闹的夜市摆摊,一年的时间就在深圳买了三套房。 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,大人小孩都爱吃,准备三个地里捡来的红薯,用我家的削皮刀削去外皮。 然后把红薯两端不好的地方给它切下来不要,再把所有的红薯从中间对半切开,分成两半。 然后再用红薯把刀切成厚片,厚度大概一厘米左右就可以。 然后切成粗一点的条,最后切成红薯钉。 切完之后装入盘中。 提前烧一锅热水,水开之后把红薯放入锅中焯一下水,煮一分钟就可以了。 亲爱的家人们,我每天都会分享一道简单的家常菜,你就点赞关注一下吧,以后想吃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 煮好之后控水捞出放入碗中。 用筷子给它简单的扒开,让红薯快速的散热。 接着往里面打入两个刚刚顺产的鸡蛋。 用黑色的筷子充分的给它搅拌均匀。 加入20克的白砂糖。 然后再放入一勺玉米淀粉。 一勺糯米粉和少许的面粉。 充分的给它搅拌均匀。 搅拌成像视频中这样粘稠拉丝的状态就可以了。 提前烧一锅油。 油温大概烧到六成热左右就可以了。 把家里的大漏勺放在油锅里面烫一烫,这样可以防沾。 然后把拌好的红薯放在漏勺里,给它整理成一个圆形。 撒上18粒白芝麻点缀。 放入油锅中炸。 炸到定型之后,它就会自然脱落。 把所有的红薯都按照这个方法给它做完。 用筷子给它晴翻冻,让它受热均匀。 一直炸到表面金黄酥脆。 用漏勺给它捞出来,放入盘中就可以开吃了。 朋友们,视频都看到最后了。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,请动动你发财的小手,帮我点赞转发一下吧,非常感谢。 一道简单又好吃的红薯烙就做好了。 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,色泽金黄,口感香甜酥脆。 相信很多朋友都吃过,外面卖好几块钱一个呢。 咱们自己在家做,吃着更放心,两块钱的成本就可以做一大盘了。 出国孩子们都抢着吃。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 点击我的头像,可以看到更多的家常美食视频。 感谢你的观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